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难得发文 晒苏毅明送的雪板 上面的称呼引人注目 这是什么梦幻联动 UNIT王一博难得发文 这次居然晒出苏毅明送的雪板 众所周知 苏毅明作为年轻有实力的滑雪运动员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成为我们中国首位单板滑雪冠军 这次王一博难得如此幸运 收到了苏毅明送的滑雪板 一度让人惊叹不已 没想到这两人居然是认识的 其实不足为奇 因为王一博作为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 滑雪运动推广大使 更是被说 他是在娱乐圈中的体育运动员 细心的网友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板上的签名 原来苏毅明与王一博的称呼 很特别 就是一博哥 这么亲切的称呼 足够看得出来两个人关系应该挺近 并且都是热爱运动的年轻人 还有一个就是送的雪板上的图片 也是挺有意思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专属定制款 有着苏毅明的名字 还有上面的各种图案的很有讲究 这个是滑雪专用级别的 这就说明王一博应该技术不错 其实我们都知道王一博热爱滑板 也是一脉相连的关系 早在之前的天天向上中 王一博就给我们多次宣传滑雪运动 并且专门有节目推广滑雪运动 更带着天天兄弟参与其中 王一博也是被专业人士赞许 对待滑雪运动有一定的天赋 并且技术不错 学习的能力挺强 最近关于王一博的讯息不少 得益于他的电影作品 《无明》正在上映 目前已经突破了7亿的票房 这个成绩对于这部影片实属不易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王一博推荐苏毅明去看一下 想必一定会推荐的 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 值得我们去观影 同时呢 在今年杭州亚运会即将来临 王一博参与拍摄的作品 《热烈》也会上映 这是一部推广街舞的作品 这项运动被列入亚运会比赛项目 导演大鹏说 王一博是他在众多街舞大神中 都一致推荐给他 最合适的一位演员 这个故事的人物设定 跟王一博的经历很相似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王一博作为街舞舞者 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并且实力俱佳 热爱跟执着 更是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事 更重要的是 在娱乐圈中 王一博作为一名优质的文艺工作者 更能专业地饰演出这个角色 总之呢 我们期待着王一博的作品在上映 真是好事成双 可喜可贺 都说文体不分家 王一博跟苏一鸣两位年轻人 一个是运动爱好者 一个是专业运动员 这次梦幻联动 不单纯是送雪板 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的传递 对此 网友都在说 希望看到王一博滑雪的视频 可以多参加一些这类的活动 毕竟王一博作用这么大的流量 作为滑雪运动推广大使 自然不遗余力参与其中 总之 我们也想看一下两位年轻人同况的画面 蹲一个期待吧